好 继续带你来关心 傅里乡东里社区有一户家庭 父亲在过年期间因病离世了 那么母亲长期在高雄工作 那么年纪最大的国中二年级潘小妹妹 平时身为长女除了自己上课之外 还身兼照顾五个弟弟妹妹 以及曾祖母的重担 那么傅里乡公所在第一时间是来到乡家 并且将这个消息传达出去 隔天前花莲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 跟他的先生潘富明 以朴石格慈善公益协会的名义 来关心潘小妹妹的家给予协助 戴着口罩身材瘦小的潘小妹妹 是这一户家庭的长女 父亲在过年期间因病离世 而父母亲也早就已经离婚 照顾五个弟弟妹妹 以及曾祖母的责任 顿时变成她一个人来承担了 布里乡代理乡长江东城一级到消息 马上启动申请急难救助 并且转介民间基金会 提供女儿幼的孩子在教育生活不致中断 让生活维持一定的水准 协助他们稳定成长 因为潘先生也跟他的妻子也离婚 前妻当然他的妻子 前妻下午今天也会回来帮忙 这个相关的善后的一个三藏的一个事宜 只是留下了这个六位的遗孤 包括这个生活上就学上 真的发生了非常重大的一个困难 昨天到现在很多的单位团体慈善机构 包括公庙也有人负责相关的商账的相关的经费 也有人另外捐助了后的就学 还有生活上的相关经费 都陆续的来跟我们做一个接架 建华林县议会副议长潘岳霞得知消息后 叶宇先生潘富明在隔天 以朴石阁慈善公益协会名义 前往副理乡潘小妹妹的家 给予及时的协助 今天我代替朴石阁协会先来慰问一些心意 让家属能够赶快把后续的 上市的一些状况给他办理好 那之后呢我会再积极努力 各种的比如嘉义行善团跟希望志工 所有各界的三星人士 大家同心协力 帮我们所有我们攀附这样的六个孩子 让他们能够安生立命 未来让他们好好的就学 然后让他们生活更稳定 副理乡地处偏远 社会资源有限 藉由社会大众的支持以及介入 希望各界给予他们温暖的援手 可向公所的社会客来查询 记者高雄双副理乡采访报道 《询经》代表 《询经》代表